今天晚上 聯電召開的法說會 讓市場非常失望 因為聯電說28奈米承受製程 恐怕攻大於求 這由公司在口中說出攻大於求 這四個字注定股價 就要往下修正了 但也有人說 難道聯電沒有2022嗎 你說的是2023呢 問題是2022 应该还是好光景 好光景完之后 才是2023的公大于秋 难道现在就已经要 领先反应2023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联电的股价 联电的股价在今天 大跌了4.89% 特别是在今天是爆出大量 爆出了30万张大量出现大跌 怎么看联电 联电到底有没有被错杀 还是还会持续修正 对 那联电的话 我想就是这个所谓的 讲了2023年可能会功过于求 太令人惊喜了 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卖压的话 问题是那是2023了 那股民就说2022没有 那股价现在反应2023 就不管2022吗 对 所以现在的话就是因为 太令人说惊讶了所以先跌 那跌下我们再来解释 那台积电今天有个利多 莫根斯坦里的话 把目标调高到780块 但是没有涨 问题它也没涨 对 但是蓝亚科在过年之前的话 它有一个法售会 它说这个低人的价格 第一季就开始不跌了 第二季会开始涨 整年度会涨25% 今天涨了 跟蓝亚科有一些搭配的 像茂达 DDR5 像优群的部分表现很好 另外像这类型的股票主要 可能是2月10号 会被列入MACI的一个概念股 像元泰 华航都大涨 那台光电今天开盘开高也是如此 我们等会再来谈台积电 我们现在来谈连电 因为连电今天量实在太大 很多人在关心街党个股 它有没有被挫杀 对 那我是觉得说我们用个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我们用一个规划一个情况来看 这个供过于酒是一个所谓的 数学的问题 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数学问题说 因为这个全球的一个 所谓的经验代工厂 2019到2021年这两年 大概增加了54座 8寸小的 就是说大概6寸的大概6座 8寸的18座 12寸的30座 所以2023年到2025年 一年大概可以增加8寸 今年涨206万片 所以供过于酒了 所以可能会增 供过于酒8到10个% 这是数学问题 瑞宇的数学问题 那你看像那个所谓的中芯 去年它的产量 比疫情减少37% 不是说你供给多少就多少 因为技术不够 产能不足 那外资这个没算进去吗 因为这个临时发生 或者是像华虹电压 他说问题了 减少三层的产能 这个市场就减少攻击了 那你看 未来12寸的产能的话 就会增加很多 但是我们现在先讲就是说 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功过于酒 但是现状 我们先讲现状 现状金片荒 现在已经是26.3周 继续在创新高 播放的话要29周 然后电影关于IC要39周 还是金片荒 你说未来会功过于酒 但现在眼前你可以发现 问题是股价到底是反映眼前 还是反映未来呢 对 所以现在它会反映 先反映未来这个短期的利空 但慢慢眼前的东西 它会用石子说 回过头来就说 眼前还是很好 那我再解释一下 韩国现在产能也满载 然后革新的话 2023年的产能也满载 那我们现在来讲说需求的东西 其实有很多东西的话 可能大家没有这个概念 一个先进制程的晶片 或创造成熟制程的晶片的话 10倍以上的需求 需求人家现在还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一个5G晶片一出来 Wi-Fi的晶片是不是要跟它搭配 因为我们手机有5G 4G有Wi-Fi 它要跟它搭配 那4G是大概它的速度是26M 5G是大概60M 那5G比较快 所以你的Wi-Fi的话 本来是用Wi-Fi5 你现在改成叫Wi-Fi6 那你改成Wi-Fi6的时候 你看整个Wi-Fi6的需求都大幅成长 大幅成长 大幅成长 所以整个现况是Wi-Fi6缺货 而且林巴克又涨价 若一又涨价 所以眼前你所看到的成熟制程 是不是缺货 是 是不是涨价 眼前是缺货 那未来有没有解决 还没有解决 那明年供供依求解决了吗 不一定会解决 那4G的部分 比如说4G是先进制程 但它一出来它需要低论 所以林老师的看法 我们回到联电的股价 因为这档格物在今天太重要 它影响到市场的多头星星 我们回来看它的盘中走势途 所以联电现在有两派说法 一派说法是说 六十块以下的联电 是上帝给的礼物 天上掉下的礼物 买就对了 另外一派说 千万不要接下坠的刀子 因为我们来看日K线 如果从日K线的角度来看 这很厉害嘛 对吧 电脑会厉害嘛 所以你怎么看 好 第一个重点 技术理论有缺口 三天之内没有去补缺口的话 弱势 所以它还会再整理 所以不要这时候买 但是因为它今年的只就减少80亿 所以它今年还是会赚6块钱以上 所以它的获利跟去年将近5块 今年还是赚6块钱以上 所以它还是低本一笔 所以变成说短期里面它会震荡 但是它今年还是赚6块 因为它只要少80亿 所以它未来的股价的话 会有一段时间它会拉升 它就维持在65块到75块之间的话 会做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收获 你认为它有机会来到65到75块钱 短期整理 但是未来一个反弹断的时候 它会冲到65到75块 做横向整理 好 那我们灯会再来投票 到底联电这时候能不能买 那谈谈联电店也要来谈谈台积电 台积电在今天大摩 本来是看空的 对 油控翻多还调高目标价 看到780 问题是台积电有涨 没涨 很多人说台积电为什么不涨呢 因为美国通过了一个叫 半导体竞争法 这个法就是美国自己要花大钱 扎签 自己做半导体 那老美如果自己要做 欧洲也自己要做 对台积电而言当然是威胁 对 因为这个消息 让它今天有利都没有涨 确实是这样 回来看台积电 那请 文塞帮我们解一下台积电骨架 2330台积电我们请加时敲一下 今天跌的不算深了 小跌了 但是对照今天大涨200多点 这样就有疼了 对不对 大涨200多点台积电没去到 对 那我是觉得说台积电 如果要有一个涨势的话 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大盘的成交量 应该有4000亿 或是3600 还是4000亿以上 为什么 因为 过去厂长有现象说 台积电再拉的时候 其他股票再跌 变成拉基盘 因为成交量小 成交小的时候的话 大家都集中在台积电 其他股票都没有量 其他股票都在跌 所以量不够大的时候 拉台积电不见得是好事 对 那如果大盘的成交量 3600 4000亿 越来越多的时候 台积电可以涨 其他股票也可以涨 那时候大家一起来涨的时候的话 整个一个推升的力道 就会非常强 所以你认为台积电 要出现比较大的行情是 成交量发达到3600以上的时候 有机会 对 那个时候台积电涨 大家一起涨 共襄盛起 整个市场的行情的话 就会比较不弱 你现在的量 半导体里头会涨谁 半导体的话 我个人认为会涨的话 原则上还是一些 所谓的IC设计 但是IC设计的话 比较不属于所谓大型的 就像所谓的联勇或是中小型的 像茂达 因为这类型股票股本小 但它可能 当然获利会到15块 创为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 中小型的IC设计股票 比较具备想像的 因为大阪成交量比较萎 大阪成交量萎萎的时候的话 就比较适合中小型的股票 或者是我们来看下一页的部分 今天涨华航 华航有利多 但是华航最重要是 2月10号可能会被列入MHCI 涨一个叫延泰 8069的延泰 就是因为它可能会被列入 所以我们就往这方面来走 我们看8069的延泰的部分的话 之前的话都在跌 我们看K线图的部分 之前的话在跌 没什么表现 今天不然大涨 因为可能会被列入所谓的MHCI 所以MHCI的一个概念股的话 2610的华航的话 今天 接大涨 接大涨的话 跟可能会被列入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来看台光电的部分 它可能会被列入 因为扩展的关系 第二季产能会出来 所以营收就会成长 所以我想这类型股票 如果突破285块 应该有虚空300块的机会 全世界最厉害的分析师 到底他现在在想什么 谁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分析师 马斯克 他每一次在他的脸书 不看好什么就长什么 点失成金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全世界最厉害的分析师 马先生在想什么呢 他说星列天线要快速扩产 这里头有没有藏着投资密码 应良 是 这个马老师又开始发表一些文章 给大家一些暗示 那你可以注意到就是说 今天在整个低轨道卫星里面 万泰科 这个建汉 明泰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跟什么 马斯克又在报名牌了 对 他在报名牌 这些其实都是跟地面接收战 接收器有关的股票 那现在他认为说这个 地面接收战的出货量就会倍增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在于说 他认为晶片的问题 这个缺货问题已经趋缓了 之前2010年的10月到去年11月 大概每个月 这个他的用户可以增加1.1万名 但是过去两个月 他只增加了5000人 为什么 因为是缺晶片的问题 所以他认为现在晶片问题 解决的情况之下 这个订单地延的一个出货量会出来 所以有机会倍增 第二个他是自己也迫不及待 希望这个用户可以马上增加 为什么 因为他的这个第二代的这个星链计划 要把卫星打到天空上去的时候 需要用到所谓的猛禽引擎 那猛禽引擎这个很烧钱 所以他如果没有办法 这个把很多新的用户 让他去做更多的服务 然后收更多钱进来的话 他可能会出现什么 出现所谓的财务问题 所以我觉得马老师 今年的重点在哪里 他在盯紧地面接收器的 这个相关的设备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厂商的部分 今年很多的股票 他就会比较有机会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马老师到底 现在看好什么族群 好 我们刚刚讲到他的天线 就是这个地面接收帐 那地面接收帐 他接收到讯号之后 需要什么 线材 所以线材的部分 他就要透过万胎科 那线材导到这个用户家里面 的时候要用到什么 要用到路由器 所以你发现今天很多 跟路由器有关的 台通 建汉 明泰 正文 这些都是路由器有关的 全部大涨 金宝就是这个地面接收器的 这个主板的部分 今天股价也上来 那这个里面我觉得 这个盘是大家就挑最强的 最强是谁 最强的应该就是万泰科 为什么我认为万泰科 还有机会呢 因为我刚刚讲了一个重点 这个天线的线材的部分 这个需求量是很大的 那万泰科他供应 Space S基地台线材 94%都是他供应的 之前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提醒过大家一次 后面大概涨了76% 那现在回到了起场点 我觉得半年线没有碰到 算是强 现在今天一反弹 就占上什么 占上了季线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因为卫星地面接收器 它大多数是处在什么 极端气候 比如说沙漠 山顶上等等这些地方 所以它的线材 它需要什么 耐高温 耐压等等之类的 目前可以做出来的 只有什么 只有万泰科 所以今年它的计划是 要加用这个接收端的订单 要倍增到200万台 100万台变200万台 那等于说去年 万泰科出货的 3.9万箱的线材 今年真的有机会 倍增到多少 7.8万箱 所以我觉得股价 这个跌下来之后 基本面提到没有改变 那再加上马老师已经讲话了 所以我觉得 在整个接收器的部分 这样股票后续是可以留意的 现在该等会儿 击不得了 像一段时间 这样签纹